先议员张嘉哲与新元婚宴会馆 日前攜手办理公益餐宴 招呼大家来吃饭的活动 邀请历年曾经参与东令救助的民众 边缘户与社区志工们一同共进晚餐 现场热情温馨 议员张嘉哲服务处常年关怀弱势团体 特别攜手业者办理公益餐宴活动 而业者多年来也是持续关心弱势团体 业者周静怡表示 看到很多弱势家庭因为某些因素生活非常困难 因此和议员一起办理公益饗宴活动 希望让新元这份小小心翼能够温暖住社会 新元婚宴会馆也是持续来关心弱势团体 因为刚好听到嘉哲议员也是非常特别 就是都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刚好听到这一个活动性质 所以想说我们这一次直接新元婚宴会馆 穿越轩这边直接包场给这些辛苦的社工 还有这些弱势边缘团体 一个享用美食的机会 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性质 让这个社会更重视这些边缘户 因为有时候他们这些弱势团体的话 有可能说三餐已经不记了生活也非常非常困苦 那因为我们也是持续在关心这些议题 因为想说刚好嘉哲议员有刚好这一次的活动 想说我们刚好一定要大力相挺来配合 这样 议员张嘉哲就表示 感谢新元婚宴会馆的配合 携手办理 希望大家来吃饭 让弱势家庭享用美食佳肴 感受社会的温暖 也希望透过此次的活动 让大家更重视并且关心这些弱势边缘户 我们服务处长期关心这些弱势 我们也都会定期跟社会团体一起来举办 关于不管东令究竟夏立究竟 希望让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今天也由我来发起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来吃饭 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跟餐厅合作 一起来结合社会公益 让这些不管是曾经接受过我们帮助的好朋友 或者是一起来协助帮助这些好朋友的好朋友们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到餐厅 大家聚会联谊之外 我们也可以大家互相的沟通交流 希望我们也可以让社会有更多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抛砖领域 未来也希望呼吁更多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新元婚宴会馆今年多元化经营 为难头添加了一间美食料理馆 今天邀请了历年曾经参与东令救济的民众 边缘户与社区之工们一同共进晚餐 希望大家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共同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商业福南都是采访报道